白石角云匯有单位拍卖开价劈置 四字头吸客 区内半新盘云匯一个开放式单位 以430万元公开拍卖 较五年前买入价大幅贬值约118万元 白石角云匯劈价拍卖还亚物业拍卖 下周将拍卖云匯第一期7座高层第3室业主盘 实用面积约278平方尺 连租约拍卖 最新开价为430万元 平均刷价约15476元 据报 前业主于2018年扣入上述单位 当时买入价约548万元 较目前开价低约118万元 报道指 白石角云匯力来城交价未曾跌穿400万大关 低价记录保持者为屋苑陆座高层别一室 今年以473万元售出 成交实尺约17,014元 但仍比试次拍卖单位高43万元 话虽如此 云匯最近仍录得连串租赁个案 当中包括有内地中大南学生 租白石角云匯开放息 乘租价为12000元 中原地产新界东豪宅白石角第二分行赴分区营业经理徐嘉伦表示 暑假属租赁黄贵 租赁市场场黄 大埔白石角云匯6月至6月26宗租赁个案 较上月传月6月9宗上升1.9倍 新近六二期八座中层别一室 单位实用面积284平方尺 开放式间价 开价约12800元 以价后以12000元租出 平均实用尺租约42.3元 代理表示 新租客一名内地南学生 新学年于中大升学 建屋院环境舒适 上述单位价钱合理 方便上学 即决定以先付一年租金方式租入单位作自住之用 业主于2018年以约579万元扣入单位 时次租出单位可享约2.5厘租金回报 白石各云汇700万承接另一方面 中原地产大部邮景里分行经理何伟雄表示 近期大市气氛略有改善 大部白石各云汇6月共6一宗成交 最新六二期九座低层别一室 单位实用面积441平方尺 以房间隔 放盘时开价约730万元 以价后以700万元沽出 实用平均尺价15873元 据了解 新买家为上车客 建屋院楼宁教新 有大型会所 业主亦提供合理以价空间 即决定扣入单位自用 原业主则于2019年以785万元扣入单位 辞货4年 次次估出单位 账面涉让85万元离场 单位期内贬值约10.8%